黃大叔帶你們看日本這一期 我們在東京都在練馬區的生涯學習中心 來幹什麼 帶你們看一個好好玩的活動 就是中國人唱日本歌 日本人唱中國歌 今天大叔帶你們去看的原因 還有一個就是重要的一個人物 就是東央魔女小鹿蠢子 可能年輕人不懂啊 我們這個年代的都知道 影響了我們那個很多思想的變化的 怎麼樣我們帶你去看一下 今天比賽場地就在這裡面 總共七個獎 16個日本人 16個中國人決出七個獎賽 具體怎麼樣 我們一會兒看一下 我喜歡的我們就喜歡的 還是比較好的 我們就是這個世界 我們有一個巴掌的 î 재밌去看 是吧 這個人好玩的 是吧 我 還是吧 我們有個第一題 我是巴掌的 我 還是吧 我 我 還是吧 我 你也 還是吧 我 你也 還是吧 你 你也 還是吧 千年之年 流浪 梦想着偶然而又 一天再相见 是谁留下 残念的提侦 每次都想起你了 都不过的心 找不到他 心里的心里 就听到他 心里的心里 就像我这样 真正的不够的地方 好了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小鹿虫子 东腰魔女 跟这个旅渔歌手 谢明的合唱 最后一曲 当我们老了 用日文版 那么下面呢 也结出了这个奖项 所以这种的比赛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可以推动终日友好 谁也没有输没有赢 全部都是双赢 这是最好的结局 希望这样的东西 或者这样的活动 越多越好 下次见 拜拜 用进行列车的造型 只要进行列车的 这个质量就已经是 然后在几乎中 这种质量的经质 童子 现在会有什么 这种质量的 就是 这种质量的 就是 这种质量的 可以帮助 这种质量的 有什么 手机的 几乎 美尔美容外科提供的 上海豪华邮寄票和住宿 两人组 佳品是由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供的 四天三夜上海豪华邮寄票和住宿 两人组